绿招收,这个规定就是马司令担任考官的第一天新增加的,他说哪怕是整一点点,就算再怎么优秀都不能合格,通过考试,有些网友觉得这个规定太苛刻了,毕竟现在这个社会,整个容是很常见的事情,明星还整容呢? 大家都说,不能因为人家整了容就一棒子打死,如果因为整容错过一个资质很高,很优秀的人,岂不是种遗憾,再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,不能不给追梦的人机会,这个规定还是要因人而异,对此,马依丽是这样说的,整容的孩子不能收,如果收了这样的学生,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实,那好榜样,天然才是最重要的, 作为一个演员,自己内心的自信非常重要,表演最主要的是演技,而不是颜值,小编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棒,就像贝比整的美若天仙,演技还是遭人吐槽,作为一个表演专业的颜值固然重要,但是演技更为重要,你所带给观众的不是一张脸看一次,让观众能够牢牢记住的,也不是仅凭借一张脸,而是你的实力和演技,整容是因为不够自信, 想要追求完美,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整得比原来更好,马司令的话,还是有道理的,在考试中,马依丽直接逼问一位女学生,鼻子整得疼不疼,言辞可以说是非常犀利了,网友说,这就是北影和上戏的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